地震摇全台 花蓮近海三日上午发生规模7.2地震 而目前余震不断 台八县公路严重受创 使得住宿型的西宝国小 以及一旁的农场人员受困 而县府也积极联系 若必要 县府也不排除联系空勤队 进行物资空投 我们现在的这个失联人数是29人 那外籍人士有4个人 本国籍有25人 花蓮强震后第三天 花蓮县目前失联人数有25人 其中包括4名外籍人士 而来自全台各地的特售队 也正积极挺进灾区 进行人员的搜救 强震重创台八县公路 目前闪去包括住宿型的西宝国小 一旁农场以及部落住户 虽然都安全无恙 但因为交通中断受困3天 日常生活物资是否可能出现短缺 新政府也高度关注积极联系 西宝国小目前 其实我们本来西宝国小 就是一个住宿型的学校 那旁边也有西宝农场 那对于说预寒或者是饮食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是这个 我们不断的跟西宝国小在联络 都有联络 那如果有缺少都会这个请空勤总队 来这个来做空投 地震重创花莲重要连外道路 除了台八县台九县清水桥抢修的部分 虽然公路局预计在这两天内将先行抢修通行 但是目前预阵不断 能否顺利抢修变数还很大 而接着保护区iste 第1载技能 随之一 您 清典